凌晨四点 核电站的工作人员开始集结 他们要赶往中和集团 张州核电二号机组建设现场 为即将进行的穹顶吊装做好准备 晴朗 无风 正是核电站穹顶吊装的最佳时机 这是中和集团自主研发建造的 全球第六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 也是国内华龙一号批量化建设工程的首批项目 现场的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这位吊装条件我们现在开始起雕 正次起雕 随着总指挥一生立架 穹顶被缓缓掉离地面 穹顶是这个圆柱形安全壳顶部的盖子 核电变反应就发生在安全壳以内 可以说安全壳是整座反应堆与外界隔离的一道极为重要的安全屏障 两个直径46.8米的环圈对接 对接的顿边仅为1到2毫米 难度可想而知 工程师们对穹顶下口水平度及偏心度进行控制调整 提高穹顶安装精度 最终做到了340多吨穹顶吊装 最大误差不超过1毫米 华龙一号的安全壳与其他所有安全壳都不相同 它是双层的 里面一层的钢筋混凝土墙厚度达到1.3米 外面一层更厚达到1.8米 安全壳所使用的钢筋有4厘米粗 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级别的钢筋 仅仅外层安全壳就用了4层这样的钢筋 它让这座核电站就像是被金钟罩保护了一般 这种自主研发的双层安全壳设计 内壳主要用来应对反应对内部可能发生的事故 外壳则重点抵御各种极端的自然灾害 甚至包括大型飞行物的撞击 可研发过程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 2011年3月 日本福岛发生九级大地震 地震引发的巨大海啸 淹没了福岛核电站的反应堆厂房和相关设施 电源被迫中断 供水系统无法为反应堆降温 反应堆温度持续升高 产生可燃气体 最终引发爆炸 核安全中心 我的同事就在旁边拍摄桌子的时候坏了 就是轻爆了 当时我国研究了近十年的二代核电的一个型号 已经到了要开工建设的时候 结果被紧急叫停 钢筋 底板好多都已经打好了 就是准备交换第一罐混凝土了 但是由于这个福岛核事故的发生的话 我们原来的这种机型全部都停下来了 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对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些工作 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日本辅导事故之后 我国核工业人因意为戒 开始研发国际上最高安全标准的核电技术 华龙一号的这样的一个型号的研发工作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重创的背景下 其实全面的启动 经过反复试验论证 研发设计团队将目光锁定在了非能动安全系统 安全窍上部安装的大水箱能容纳2700吨水 万一电厂发生事故 依赖电力驱动的能动系统被切断后 水箱里的水就能够在重力密度差的驱动下流入换热装置内 将反应堆的热量持续带走 防止事故后的放射性物质释放到外部环境 配备了能动与非能动相结合的安全系统 即便有一天华龙一号受到排山倒海式的冲击 也能启动自我防护模式 避免辅导核事故的重演 对任何一座核电站来说 装备的安全性固然重要 而维持它的零故障运行 关键还在于人 只有工作人员牢牢守护每个岗位 才能保证反应堆的绝对安全 在这些工作人员当中 有一批被称作黄金人 黄金人是业内对核电站操纵员的昵称 中国最早一批操纵员的培养成本极高 从一名普通的操纵员晋升为职长 消耗的费用大约和与之等生的黄金价值相当 从那时起核电站的操纵员就有了黄金人的称谓 每一名黄金人都是核电站的安全屏障 所以他们每年都要接受极其严格的考核 一旦考核不达标就会被淘汰 这是一间模拟主控室 它的大小布局甚至按钮的位置 都和真正的核电站主控机房一模一样 几个小时后 新一批黄金人的考核将会在这里进行 天还没有大量 王大鹏就早早起床 为了这次实操考试 他精心准备了一年多的时间 像王大鹏这样的操纵员 每台机组要配备五到六人 健康 自律 严谨 警觉 是他们必备的素质 像今天是模拟机考试 考试过程中严格使用防疫事物工具 遵守和使用规程 做好治检和监护 这是能力 精力和意志力的综合考验 如果顺利通过的话 他们将获得国家核安全局颁发的操纵员执照 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黄金人 不能只上坦兵 还得在实操中做到 反应准确而迅速 毕竟任何一点疏忽 都会导致无法弥补的损失 虽然真实的核事故也许永远不会发生 但在考试所模拟的情境中 黄金人们已经将核电站挽救了无数次 现在机组状态控制的已经比较稳定了 好 机组传说也是满足了要求的 在考试中获得通过 并不是黄金人的终极目的 守护核电站的安全 来自每分每秒的精算和坚守 要成长为一名高级操纵员 需要历时近八年巡捡一万多公里 每一位黄金人都深知 在这里人人都是最后一道屏障 2021年 中国有34台机组 在世界核电运营者协会的综合指数 达到满分 占世界满分机组的44% 我国核电的安全运行业绩 保持了国际先进水平 我国核电的研究机构 分散在全国的不同区域 肩负着